嗨 大家好 我是邦妈 虽然今天天气还是有点冷 但是我的心是热乎的 有什么开心的事呢 就是老公的小姨从山西过来给我帮忙 想到有帮手 自己稍稍能轻松点还是好开心呀 再加上前段时间高强度的工作量 腰老是隐隐的感觉有点不舒服 老想躺下来 邦爸就劝我找个人帮忙 我还有点犹豫 因为我现在托管的这十几个孩子呢 也只能挣个生活费 再请人我几乎就是不挣钱的 但是邦爸的一句话说到我心里了 钱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呢 托管这块你可以慢慢扩大嘛 这不就慢慢好起来了 想想也是哈 有人才有一切嘛 邦妈 加油 看到没我小姨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来的这两天把家里里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过打扫了一遍 地都是用钢丝球耍过 哎 相比小姨我甘拜下风呀 打扫卫生是我的弱项 那就好好做饭 发挥我的强项 今天是周五 给学生做米饭 依旧是五个菜一个汤 先把菜洗干净 西兰花加面粉和盐泡一会儿 昨天超市搞活动 鸭子是18块钱一斤 我就买了一只 给孩子们烧个啤酒鸭 啤酒鸭是一道特色的风味小吃 和啤酒炖煮成菜 香味浓郁 滋不养生 吃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啤酒香 菜入百家就有百种做法 那汪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简单一做的家常做法 把鸭子和鸡胸肉都洗干净 再洗上一块五花肉 烧豆腐 块切的有点大 我再稍微切小点 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鸭头竟然找不见了 难道他逃走了吗 谁能告诉我他去哪了 不管他了 先把鸭肉到锅里焯水 放上葱姜料酒去腥 鸡胸肉下锅 同样的放去腥三电套 今天来做一道超好吃的凉拌鸡丝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因为我加了蜜汁酱料 吃一口香辣过瘾又开胃 跟蹦妈来看具体做法吧 接下来把所有的配菜切一下 盘子里切的红萝卜和黄瓜是拌鸡丝的配菜 红绿辣椒切零形块 加常豆腐的配料 超过水的鸭肉用温水洗掉浮沫 煮熟的鸡胸肉过凉水 使肉质收紧 吃着更有嚼劲 锅里倒少许的油 便炒出鸭肉的水汽 能更好地去腥 放几个冰糖 炒糖色 炒至琥珀色 把鸭肉倒进去 炒糖色比您到老抽的颜色更红亮 翻炒均匀 加生姜片 辣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再来上一点点的生抽 最后倒上这道菜的灵魂调料 啤酒 开中小火炖煮40分钟 大家记重点了 超好吃的凉拌鸡丝的做法来了 准备葱姜丝 香菜 小米辣 半个柠檬 柠檬还有大量的维C 拌菜加上它 吃着清新不油腻 洋葱和蒜末 1比1的比例 把大蒜和洋葱倒进绞肉机里 打成细碎末 多倒点油 油热把大蒜末和洋葱末倒进去 大家一般的做法都是热油泼蒜 您试试热油下锅炒一下 蒜香味更浓郁 撒上花椒粉 五香粉 辣椒面 撒上少许盐 蜜汁酱料就做好了 想着今天有人帮忙 我就不慌不忙的准备 谁曾想快来不及了 撕好的鸡胸肉 拌上花生米 刚才我们准备好的配料 全部倒进去 浇上熬好的蜜汁酱料 最后加上一点点的香油 凉拌鸡丝这样做 味道绝对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鸭肉炖煮了20分钟 开盖加盐 加一点点的蚝油提鲜 再加上土豆 孩子们多爱吃 还下饭 做啤酒鸭 味不腥 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个一定要炒干鸭肉的水汽 第二个鸭油炒出来 家常豆腐之前都做过 今天就不一一分享过程了 剩下20分钟学生就回来了 还有两个菜没炒 明明有人帮忙 怎么还更忙乱了 还好西红柿炒鸡蛋 快速简单 大家看这个鸡蛋呢 颜色金黄金黄的 这是从我们老家带的土鸡蛋 撒上葱花 简单快手的西红柿炒鸡蛋 撒上青红椒 起锅 鸭肉特别的软烂 汁浓肉香 土豆绵软 看来米饭又得遭殃了 学生已经放学了 先把这四个菜给端上去 还差一个炒西兰花 着急忙慌一上午 汤还没烧好 把煮好的红豆汤倒进锅里 幸好紫薯还是我昨天晚上提前蒸好的 加上牛奶 倒上适量的木薯淀粉 给孩子们做一道芋圆甜汤 揉至面团成团不松散就可以了 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切了 直接团成团下锅 加一点白糖 一碗热热乎乎的芋圆红豆汤 太适合今天冷松松的天气了 今天的啤酒鸭和凉拌祭司 最受欢迎了 有几个学生伴着饭都吃了四碗 很热热熟 那是满热的 你妈妈 好几个来不及了 随意 这两个吃 我整个鸭不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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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个鸭不站好 你把房间打扫了 我就没那么着急了 我还在拖酒了 抹抹抹抹 抹抹 抹抹 再擦一下 凉拌皮包里面去 明天快用 明天不用这么细心打 今天是把这转边里面再拿钢匙去擦 把地上全擦了 我觉得我还不算多 因为我平时的话还说 算了 我不喜欢 挺好的 你说 我没安排好 那我还是不理